欢迎回到薰薰县场 富邦美术馆日前展出 梵谷寻光之路展览 其中精选出了25件针机 从荷兰美术馆运到了台湾 展期从即日起 一直展到11月 邀请民众走入梵谷一生的 内心世界 乌云密布的天空下 废弃的塔楼周围被墓地给包围着 浓烈的天空风格 怒难的旧塔楼 是艺术家范谷在探索生命的过程 由富邦美术馆展出的 范谷寻光之路 精选20幅画作 全都是来自荷兰库勒木勒美术馆的奸绩 那么这一次的展览 有三个部分 一个是它的配案期 一个是它到了法国的光明期 到最后最佳心灵的部分 其实透过艺术 我们可以看到美术的生命 虽然它只有10年创作的生命 但是它却 它的精神却影响了多少多少的人 这些创非常不容易 它有那么高的保险费 一排多一本 我们看到很多展览的呈现的形式 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高画比啊黑啊 我们是各种成绩值的预期 但是我们还是很持 很认真的 很持续的 很执着的 我们想做真机 真机是会故事的 然后当我们看到真话 看到真机的时候 那个演技是活的 创作对于范古来说 是生命的救赎 也是情感的解放 中期来到自然之光 日落时的柳树以及自画像 和弟弟一起居住后的风格大不同 到了后期盛开的栗树心境转变 演绎着独特的生命历史呢 其中这次艺人林志玲 过去第一份工作 就在富邦艺术基金会 加上就读的西方美术史卫景 这回受邀单的语音导览拼音 也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全程听完我们才有彩蛋 我觉得所谓的时光之路 应该就是他寻找自己的过程 在这一路 他是有很多时候 是像这样的伤光 故事所做 甚至悲伤及忧郁 都是在他人身当中 可是他也说过 就算大家不能够理解 或是任何没有关系 需要能够了解自己 认识自己 找不到可能的任性 他就是幸福的 展期终极日起 一路到11月11号 美术馆表示 可依照范古兼机的 作品时间脉络 感受不同时期的生命光芒 也找到观赏者属于自己的心灵启发 联系文件下的海姚 台北长播 东友